凌婉 凌婉 我再看看 沐总 林小姐 昨天你弄伤了我的手 今天我要去医院 节目入院 你 刘小姐还有事吗 文婉 文婉 您好 您好 哎 这个是林婉老师的吗 是的 哦 他们正拍着呢 要不你先帮刘小姐 做一杯叶曼拿铁吧 好的 谢谢 没事 那经过这段时间的假想情侣相处 两位老师对彼此有什么新的了解吗 这回陆先生先说 林小姐 去去去 干嘛每个客人都要坐我的位置 赶快 凌晨你怎么脸这么好啊 还不是脸黄 我这次巧克力过敏了 花痴 你什么意思啊 全熟诗的星河晃晃心跳 豪皮 不许 不许 好多警告让我们遇到 拽着你一脚又不撒着 害羞的微笑等你的怀抱 会害怕 但是不会后退 陆雪你别太过分啊 两位老师两位老师 消消气消消气 服务员洒点水 快快快快 两位老师喝杯水消消气 我们继续录 倒是说点好话呀 那林小姐呢 对陆先生有什么新的了解吗 陆先生吗 不好意思我上个厕所 来 各部门停一下 连离休息 你怎么了 过敏了 怎么回事我明明交代他们 您只能喝果汁的 好 我没事 应该吃下去的不多 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完整的巧克力 差点就休克 你帮我脖子遮一遮就行了 好 然后赶紧去买公民药 好 你等我啊很快的 天哪怎么这么严重 林婉 你干嘛躲在卫生间里一直不出来啊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没通告 过来学习学习林婉的演技 一会儿温柔和善 一会儿伶牙立直 就像双胞胎一样 我忘了 你还真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妹 正好符合我的推测 你在这儿说书呢 没工夫跟你们俩废话 我们走 等等 我跟林婉在海外一起生活了四年 她有严重的滴血糖 巧克力从来不离山 我是不是说书 你试下去就知道了 我 林婉 林婉 你不会李戴桃江欺骗大家吧 如果真是这样 你的路口就走绝了 林婉从此以后 不可能再在娱乐圈混下去了 不要当演员了 这么能编故事 应该去做编剧吧 少废话 是你欺骗粉丝 还是我编故事 视频都会记录下 你再灵牙俐齿都改变不了 如果你真的过敏 硬要吃下去死了 也别怪我 你说我不是林婉是吧 好啊 那如果我没事的话 你以后见到我这张脸 就给我躲远远的 也不准在背后 使任何阴谋诡计 可以 别忘了你说的话 不可能 你最近明明性格大变 给你科普一件事 脾气再好的人 和你相处久了也想揍你 你 林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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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 凌晨 你醒啦 吓死我啦 来来 慢点 刘烟没发现吧 没有 他以后不敢再欺负零湾了 你快好好休息吧 要是你真出点啥事 我咋跟你姐交代啊 总不能你们姐妹俩 我一个都保护不好吧 没那么夸张啊 是不是陆寻送我来的 是啊 不过他已经走了 你放心吧 陆寻跟节目组说了 今天是因为他受伤了 所以要休息 你就不用回去录了 我刚才好像 听到他叫我凌晨 不可能吧 你的那个暗恋不就是一场笑话吗 人家怎么可能记得你啊 也不用说得这么明白吧 倒是这个留言啊 平时他看着可不咋机灵 怎么连巧克力这么小的细节 他都能观察到 以后咱俩还是要小心一点才行 喂 你好 是我是我 好好的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网剧 见我们了 今天晚上就能去跟他们吃饭 就在SW 你不是说我只做这个练宗吗 你不明白的 现在我们开始接触这个项目 等到他真的确定开拍 至少也得明年 甚至有可能是后年呢 到时候凌晨肯定早就已经醒了呀 你都不知道 凌晨之前一直非常想念这个项目的女儿 可是我努力联系了好几个月 人家根本就不理我们了 好啊 我去争取一下 等等 现在我得先让你像一个女明星才行 好啊 十五 继续 你行不行啊 好啊 好啊 我可没有违背约定啊 片方让我来的 我不能不来吧 行了行了啊 这次不算 你们怎么也来了 你们也来竞争女儿 您也是一乡女儿的 来 别坐别坐 这边这边 好 好 大家都来了啊 好好好 别站着啊 来来来坐坐坐坐 两个美女往往身边一坐 这屋里都蓬壁盛灰啊 各位 为了剧本的保密度 害怕大家泄露 以防万一 咱各位的手艺又暂时由我保管啊 幸福一下各位啊 幸福一下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这位是咱们的资方刘总 大家畅所欲言 来来来 今天啊 不了别的不了别的 就图个高兴 哈哈 这第一杯酒啊 必须干了 好了 哈哈 哈哈 什么这事都没说呢 先喝酒 就是见其形式 啊 这第二杯啊 就图个缘分 谁要是不喝 那就是不给我面子啊 哪能啊刘总 我敬你 好好好 就喜欢你这种爽坏性格 来 来来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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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多了 刘总 我们晚晚酒量不怎么太好 我替她喝 干了 好 喝 好 酒量 我回来早点酒量 这女明星啊 就是漂亮 刘小姐 你说说我我听听 你对这个角色怎么理解的 你们两个人 肯定有一个人演这个角色 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 那不好玩啊 灵小姐 灵小姐 你说说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吗 我说灵小姐你干嘛呀 还不够明显吗 我当然是让你清醒一下 灵小姐 灵小姐 你好大的胆子 得罪了我 你还想在这个圈里混吗 你做这么恶心的事 还敢威胁别人 你装什么轻狗呀你 放开我 陆总在哪儿 放开我 我 来 陆总 他 没事了 没事了 你什么时候 知道我是连船 从一开始 你就知道 路总 我没摸鱼 凌晨 认识她吗 这是个公众号 名字也是代产 我们的客户群针对年轻人 所以练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开端 后续广告和短视频的投放 也已经开始着手了 先打下SW在国内的知名度 好 录制期间酒店还有其他客人 记住一定不要相互影响 好的 路总 这是录制的嘉宾 巧了个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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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不得了 等等 她叫什么 她叫什么 哦 明白 只拍过一个广告的小艺人 怎么了哥 赵春 我知道刘原跟你们说不能和我组CP 但是呢 她那边已经准备和刘牧绑定了 我们不如互帮互助 组成车使CP 节目每三天换一次CP 只要你帮我留下来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 知道我什么时候 从一开始 就知道 什么时候 这边实现了是人生三聚 我一人自幽黄那地方的安宁 派遇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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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误会派遇过后 误会 滚 别再让我看见你 我疼好疼 我疼好疼 你醒了 谁不是呢 我现在头就像炸了一样 昨晚那个刘总 为什么一直逛我们酒啊 我甚至不知道 我们怎么回的房间 那个老色谷 就是想占我们便宜 现在我昨天是我 要是零碗她怎么办啊 我说她一开始 为什么要收手机呢 她是故意的 还有那个制片人 那制片人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真恶心 你没事吧 我 我这么厉害 我肯定没 昨天是 是陆循来救的我 然后呢 然后呢 不记得了 我的人生就没哼过这么多久 记得了 谁呀 你大早上的 来了 来了来了 别敲了 喂 喂 你来了吗 这得说出口吧 林婉 之前的事情我们一笔勾销 日后我也不会再在背地里 给你使扮子了 你就说但是吧 但是我依然很讨厌你 如果你让我抓到明面上的把柄 我还是会永远把你踩在脚下 让你无法翻身 不愧是你 是 哎 丑人那个死厨啊 这两道人们走开 丑人 谁啊 林老师 该去化妆了 今天是去咖啡厅补入上次的访谈 知道了 你先去化妆我就重会了 先去化妆了 走呀 等一下 等一下 露总 你 你 想吐 露总 没想到我会在这里碰到你 好巧 这里是我的酒店 这里是我的酒店 您会cium全部烂血 我是真的 在这里里 我还不想ladı 你觉得我又不想 您应该ає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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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 您好 请问我有什么 有什么事吗 明晚是在这儿录节目吧 对 你谁啊 这里不许我 你的小三 你干什么 你有病啊 你们看看啊 你的小三 竟然还干这么退伍 什么小三 自己看 你们这么小一人 我见的多了 以为靠这种不正当的手段 就能拿到角色 我今天 就是让大家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货子 我还没找他算账 他到个人先告状了 他以剧组吃饭的名义 约我们吃饭 抢政绩趁我们便宜 现在倒开始反咬一口啊 我有照片 你不会只凭你一张嘴巴 他把我们手机都收走了 我怎么料个证据呢 你们看看啊 照片上 灵外可是没有一丝不情愿 你不信你去问刘延啊 我们爷爷今天不舒服就不去了 谢谢啊 爷爷 你不去啊还是对的 就算你发声 那个刘总最多就是受点谴责 但不会受到实质影响 但圈里碍于这些事 怕是你这一年 都不会有什么资源了 这种事情谁沾上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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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陷入臭闻 就没有人会在意真相 把我的药给我 我昨晚吃了两片都没有试着 这种事 我 我 我 你还是少吃点这些安眠药吧 我都吃了四年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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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刘燕老师说 她身体不太舒服 昨天的事不太清楚 什么刘燕 什么字话 干嘛呢 我 我看 没关系 我 我 我 他怎么是脚子 你怎么 刘燕不开口 你说的话 没有人给你证明 你还不认 我认个屁 闻闻 你现在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断章取义 你先走 我来出来 凭什么呀 我不走 如果我走了 就像真的做错了 落寒而逃一样 你不明白 林兰小三的热搜 已经在流量池了 碰碰再烦觉了 我听话赶紧撑 不好意思各位 林老师后面还有工作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来问我 你先走 别动 今天如果没有人证明 你不是小三 谁都别想走 我证明 啊 哎 那路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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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路总是真的啊 他路总来了 啊 啊 这 怎么能这么做啊 这怎么两个关系 怎么真有关系 陆总怎么证明 昨天我也在这儿 为什么不能证明 一开始大家确实都在正常喝酒 谁知道后面刘总开始耍酒疯 对林小姐动作不久 不可能 我老公说了 昨天的半局 没有林总 无非是我和刘总各执一词 谁又来证明我不在 谁啊 谁啊 你真选 我知道了 你们的节目 我最近也看了一个 你们两个人 是节目情侣 昨天的事 又发生在你的酒店 你是怕受到牵连 才这么说的吧 不然 你告诉我 你不是剧组的人 你会出现在昨天的饭局 这不是你吃 因为她是我女朋友 周老师 咋不吵枉了 你们的节目 都是这样吗 真的 都这样 我陪我女朋友 陪我约在我的酒店 有什么问题吗 不可能 你就是为了替林婉开脱 才这么说的 我可是有证据的 至于这些所谓的证据 不过是众多照片里 挑出刻意让人误会的角度 你不如回去 让刘总把所有的照片都发给你 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 况且 林小姐要是真想通过刘总 获得什么途径 又怎么会在这么多人的身上 私下才是最好的时机 也不会留下什么所谓的证据 对了 刘总 因为昨天刘总喝多了 想对林小姐动手动脚 我踹了她一脚 就在她的友间 刘太太 不如亲自回去检查一下 看 他是他 他是他 不是他 是他 我和他 是他 是他 他 他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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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如果刘太太还有什么疑惑的话 大可让刘总亲自过来跟我对治 问问昨天的情况 不过这就要看她敢不敢 如果刘总不敢来 谁再撒谎就一目了然了 既然事情搞清楚了 我们就要追究责任了 你们这些人随便进出酒店 打扰了我们这里的客人 我们的法务会登记大家的信息 保持追究权力 我们马上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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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就先这样 给您添麻烦了啊 好好好 节目先暂停录制 回头等我们和节目组出一个 共同声明以后再说 我怎么没把那巴掌还给他 亏了 还不是因为咱们刚出来 又没啥作品 行差踏错一步 那就万劫不复了 今天真是多亏了陆总 他脑子怎么反那么快 又是没有陆总的话 咱们长嘴也说不清楚了 你看看 你看看这消息传的多坏 我没有什么 你 吃 你 你看看 你 这是什么情况 你都不知道刚才 发生了多离谱的事 你们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 怎么可能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入口 可能是交警吧 你直接说自己是老板 去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所以你说自己是男的行吗 忘了 是吗 那也不用亲嘛 那你说怎么办 忘了就行了 忘了 我说陆总 既然事情也没钱来闹你了 是我好心帮他干吗 刘总的背后是汇盟体系 汇盟旗下有着国内连锁的顶尖酒店 出事的地点是在SW 如果我任凭他们诽谤林婉 汇盟一定会对SW做文章 这是双赢 可是如果那些人站出来证明 说你根本不在犯局呢 放心吧 其他人根本不敢开这个口 他们不敢惹刘总 更不敢得罪SW 刘总不会有正面回应的声明 大家自然会明白谁在说话 好 那就好 我问你 最近你有没有惹过什么人 没有啊 怎么了 不好意思大家 我有点饿 这好味有点饿 我记得他还有面是吧 对 刚好 有番茄 再放点菜 我 陆总你吃不吃啊 出去吃 有人上去拿伞吗 把你们俩留在下边 我上去 没玩 不去 不去 行行行 那又是我 我算是看着了吗 陆总你平时装得好不在意 其实满肚子的硬末黄心 那也好过有的人看起来不聪明 其实也不聪明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在大汉 在大汉政找命信息之前 你只不过就是当年 突然转学的隔壁班同学而已 还有 你说你信眼这么多 为什么当时 不直接问林晨 那封信上到底写的什么 是吗 走 走了 我请客 谢谢陆总今天帮我 要我请吧 正好 酸一请 不用你了 是你 怎么了 郑子言 你先带灵车上去 不要离开 干什么 我突然有点事 记住 不要离开他身边 你肯定还记得我吧 我失去 你看 你自己想不到 wom sons 辽典 我是谁 不是 没有 根ind 你别动他 老头小子 也敢来英雄救美 怎么 你认识了 你现在没多错意不好 几乎在监狱都呆一面 和娘了吗 跟我这么说话 让你知道 你这辈子 竟敢 就是你出来救人 放开我 滚啊 我走 我会一辈子 你 你后悔的 我会来找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都说过了 你会后悔的 你 陆雪 当年没把你的腿打瘸啊 你知道 我他妈这五年 在牢里是怎么过的吗 当初如果不是你拦着我 根本不会有那样的日子 我丢了根手指 挨了五年 以为出来可以过新的生活 却没有想到 你 我妈病死了 老婆跟人跑了 儿子也自杀了 众叛清理 身败名裂 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容纳我的地方 你当年犯罪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是这个后果 别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 我只是一时喝醉了而已 一切都是因为你 不是你 我会坐牢吗 你 你 你 还想起诉我强奸 就连那个女的 他不敢起诉我 我只是被判了 故意伤害而已 你想干什么 说来这个事情 也可行 本来以为 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却突然看见了那个 是不量力的小姑娘 巧了个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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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巧了个巧 不得了 我本来想 杀了她卸疯而已 突然发现我找错了人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抱歉 抱歉 实在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没事啊 要不今天 咱们的单全部免单 没事 你去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都红了你还说没事啊 你是傻吧 还笑得出来 滚烫的热水你都不躲 我躲了 你怎么办呀 你是个女孩 手上有套八 你就嫁不出去了 这么帅 有套八更酷 都爱一套八还酷的人 只有哈利波特 你怎么淋湿了呢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散丢了 这也能丢 怎么不吃呢 没胃口 人家可是霸豆总餐 哪看得上咱们这个 饭是无所谓 我看不上的是人 你怎么了 喝点水 来 干 杯 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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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婉 嗯 陆寻 我超喜欢你们的 可以喝你们喝张影吗 呃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还在吃饭 他们不太方便 你是谁 我也上过电视 我和林婉超话 有12CP粉呢 那你帮我赔一下 快快快 谢谢陆总送我回家 今天多亏了你 陆总慢走 有事啊 孟娇今天能来陪你住吗 孟娇有事已经回公司了 再说 我本来就是自己住 我要借宿一晚 陆总 哦 为什么呀 太晚了 打不到车 你个总裁没有司机吗 下雨 那也能开车呀 司机去生孩子了 我想起来了 旁边就有一家酒店 我给你发地址 我从来不住别的酒店 你最近最好不要惹任何人 看见任何可疑的人都要 最可疑的就是你嘛 什么 陆总 你也不能住我家 我家就一间卧室 而且 我记得你还 十一万五 陆总 你来不来呀 你想喝点什么吗 水呀茶呀 我家里什么都有 哈哈哈哈 这个人太奇怪了吧 怎么大半夜 有助在我家 啊 照片 啊 啊 啊 陆总 我们出去喝茶吧 原来你有双胞胎姐妹啊 长得真是一模一样 是啊 我妈 我妈有时候都分不清 江北第四十七中 好巧啊 我也在那读高中 你妹妹叫什么 我可能认识 嗯 其实 我妹也有可能是领养的 完全跟我不输 所以她做过什么 我都不关我的事 我们赶紧出去吧 哎 哎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脸色这么差 还说没什么 你发烧了 来我扶你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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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哎呀 哎呀 我现在都不清楚 我是哪里疼 对不起陆总 你早点休息啊 哎 你 好 哎呀 好 你 我 你 你 你 好不好 好不好 我想知道 她是否能明了 能知道不计较不胡闹 陪你想你走了我更高 我很好 你只想 凌晨 你最近 怎么这么爱逛操场呀 减肥啊 我看 你是别有用心吧 是 是吗 陆萱 你为什么会突然转学 为什么六年都没有消息 妈 你没事吧 要尽快手术 她肱骨筋骨折 髋关节坏死 要进行髋关节置换 那医生啊 会不会有身为危险啊 刺激手术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呀 并且做完 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到正常的髋关节功能 说后呢 最好是进行个系统康复训练 但是国内 没用 我不想去美国 你必须做系统康复 也该让你爸爸尽谨责了 别以为在美国开个破酒店 就不用管你了 再说了 你弟弟也在那边啊 我想留在国内上大学 被强奸的那个女孩 没有起诉她 她连夜搬走了 她最后的良心 是故意伤害 她可是铁了心的要报复你 我们不能再留在江北吧 凌晨 凌晨呢 她知道凌晨的名字吗 她就知道你的名字了 所以你离开 对谁都安全 我知道了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一天就要吸到陆总了 我就是这么好客嘛 那麻烦林小姐了 陆总好好休息啊 继续啊 林小姐怎么突然不好客了 怎么可能 还睡还睡 几乎都要迟到了 无你机器 还有没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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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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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到底在不在判局上 你能不能回应一下 陆寻和林婉恋爱 你们在拍摄期间知道吗 你和林婉算是全中闺蜜吗 不好意思大家 我不方便回应 烦死了 凌婉的事情去问凌婉啊 没想到小三的丑闻都没事 还和陆寻官宣了 这下热度都是他的了 昨天他们意义官宣 涨了二十万分 热度整整比我们高了十二名 你看 这最新上线的一期 封面和标题都是他 以前哪一期不是我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刘萌那边你沟通了没 他们都答应了 林婉 这个场子我一定找的 什么玩意 我们今天拍什么 双双约 林婉和陆雪在商场约会 然后偶遇情侣朋友 这也是很多人 在日常生活中 会遇到的情况 大家都互动 然后 一定要偶遇别人吗 情侣好友 我什么时候 连名字都没有了 刘老师 主要是他们逛宣之后 很多人想看真人CP的日常 你们也是高级CP 一起拍 对你们有好处不是 各部分准备啊 准备开始录制 林婉 今天的分量你绝对拿不走 是吗 我们走着瞧啊 亲爱的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啊 是啊好巧啊 正好我们在约会 我先走了 哎别啊 正好我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们分享了 我不想你了 我跟刘墨正式在一起了 哦 哦 是的 我们正式开始交往了 你们 这是官宣 是啊 我们因为这个节目结缘 当然要在这里向大家官宣了 我们有两对真人CP 这是天选联搜啊 一 二 三 好厉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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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嗯 我呢本来想送一个给你的 可是是默默抓的 我舍不得 不用 你清醒一点啊 你来参加这节目是为了宣传酒店 我也是为了打响知名度 咱们得合作 你信不信刚才抓了两个小时 咱们最多镜头只有三十秒 今天要不惜一切待见 抢夺节目分量 合作共赢 好吗 所以 你是想要这些娃娃吗 又抓到了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一定要给你 超喜欢 谢谢 干什么 你不要让他送给我吧 千万别 谢谢 陆总 是想让我送一个给林婉吗 走了 你们完事了吗 林小姐可以随便拿全部都是你的 这些都被陆总买下来了 这些都被陆总买下来了 全是我的了 柳妍 要不我在这里抓两个 不过得给钱啊 不用的 我 等等我 那不是可以吗 那不是可以吗 开心吗 当然 但是我 不管暴飘啊 不管暴飘啊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留言 我有办法 漂亮吗 很漂亮 这衣服在你身上 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美 谢谢工作 林婉 你故意的 你说不能买给林婉 又没说不能买给其他人 对了 刘烟 这个送给你 天哪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送给你礼物 只是希望你没拥有 和你在一起 我看到热情人见 那麻烦你帮我带上吧 好 好 快 快 你去隔壁水源店买个银食给我 报销 快 你去隔壁水源店买个银食给我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 你怎么做什么带这个 赠品 多少钱 九十 你这么贵啊 算了 我想 陆总飞要送给我一个戒指 说让我先带着玩玩 双流夫妇热搜第五 对不起啦 李陆夫妇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 就成为过去世了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呢 不会是今天临时决定的吧 他昨天向我告白的 才一天哪 我们已经两周 我们准备见父母了 我们已经见过父母了 我们准备同居了 我们已经同居了 啥 啥 他俩 这同居 对啊 对啊 还挺快的啊 谁说不是呢 是的 我们已经同居了 同居 他们竟然都同居了 我们拿什么笔啊 那个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柳妍 我想要认真和你交往 你怎么脑子里只有谈恋爱啊 我们绑定是为了炒作 为了人气 和你谈恋爱 能让变得更红吗 有那种不脑子 真的吗 可以 这也挺好的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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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外面至少还有三对狗仔在盯着呢 刚才都拍到我们进门了 怎么还没走 陆总 你看 我们家联网也不太会说话 这事现在就挺尴尬的 你们准备怎么办 是这样 见家长这个事 他们已经没办法认证了 但是同居这个事呢 他们肯定会盯得特别紧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 有没有可能陆总您假装同居 同居 我保证 不会打扰陆总的生活 只要话题热度过去 我就搬走 还有关于补充合同 我们已经改好了 大致内容就是 你们现在是真情侣 然后正在同居 期限为半个月 半个月以后 你们的热度和关注度 都下降了 自然你就分手了 那这个酬劳 陆总 那个十一万五 都是我全部家当了 我还得分心呢 那这样吧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之前的酬劳可以不要 什么呀 从今天起 除了必要的录制以外 不得随意出门 如果要出门 必须告诉我 而且身边必须要 时时刻刻有人陪同 否则就必须要支付 之前的那十一万五 没问题 那就一言为定了 明天休息 后天江北大学录制 我过来接你们 后天不行 你先过来 我跟你说话 稍等一下 我后天有两场联考 到大后天又有一场临床 确实就不能毕业了 节目那边能请假吗 你别慌 现在他们盯你盯得很紧 请假还不如偷天换日 你几点考试 三点到五天 都在江北大学吗 到时候我想办法 两个小时 给你请假溜出来 不就两面都不当了吗 我欣赏你 对了 明天好不容易休息 我想去看零五二 好 一定不能被陆学发现 好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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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尬辖 我女儿 我们为 μια玩家 对了 writer 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也是是爸总穿的 怎么着 你就是想试试在车里办公啊 对了 哥 你那个同学的新闻是真的假的 你该不会是又签了什么合约吧 东西 我把经文给你翻出来了 那个出事的楼梯刚好是个死角 什么都拍不到 只查到了酒店门口的监控 果然是他 谁啊 该不是六年前打伤那个人吗 他出狱了 那他会不会报复你啊 咱怎么办啊 哥 要不咱报警吧 去查一下他有没有出入酒店的登记记录 好好好 我来安排 刚才真的是陆总送的来的 他完全没怀疑那爸 没有 他说了好多 可不是嘛 现在每天都靠原氧液给吃着 只要把这个练宗拍完 他的工作就保住了 他就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对了 我这几天在那个领悟付后的抄花 看到了好几篇你们的CP文 我找找啊 那是我杯子 一模一样的 别搞错了 在哪儿来着 一模一样 别弄错了 怎么了 小姐 你说 会不会有人冲着我来的 但是那个人搞错了 我和林婉 法治社会 你从哪儿找那么多仇人去 你惹谁了 我记得 五岁的时候 邻居家有个小男孩 我说的 我把他家里找到 你也会有什么 你也会在哪儿 你会有什么 那年我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被人打 然后我下去 停 你说得我脑瓜子都疼了 照你们这种说法 要是找你报仇的人排起队来 你连个休假日期都没有 一天天见晓那些乱七八糟的 好吧 我上个厕所 陆雪 留言在外面 我去转用一下设计 你在这牵我 又是你 怎么样 我这次穿的江哥八糟了 这么闲 这么闲 我闲 又是RCW副总裁 商业小 孟娇 你怎么在这 我来医院照顾我 即将瘫痪的男友 还需要跟你回报呢 瘫痪 瘫痪 男朋友 没错 有什么疑惑的 男朋友就是这种始终爱你如一 并且不离不弃的物种 那我说你现在认识好吗 怎么连个通告都没有 闲着照出了 干你屁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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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林婉 你怎么在这 我来 等着 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啊 你 你居然整容 刘小姐你还有事吗 她是来整容的 你是来干吗的 父亲 没看到你嫌弃你吗 走啊 我送 再见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你从来没亲过女生啊 我 我 怎么可能 我亲过很多好吧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什么 麦克斯 卡罗琳 索菲 好多 是不是后来还有两个姐妹 一起破产了呢 行了 你别装了 不过呢 我也可以对你负责任的 大不了你亲回来 真的感情 真的感情 我没有 没有 原来你是双胞胎啊 原来你真是陆总亲弟弟啊 对对对 这是我妹妹 凌晨 我们赶紧走吧 零晚的探视时间到了 小水们快点离开了 我们下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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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